- 來了 - 來了 - 好險喔 - 要曝光了啦 - 沒關係 - 好累喔 我那天發燒 - 我燒到3.9度在家裡 - 一起床 - 我說 - 欸 我有些靈感 - 我就坐在床上看寫 - 然後寫完了開場 - 然後就好累喔 - 然後躺著去睡 - 來了來了 - 來了 - 來喔來喔來喔 - 人來了 - GO - GO - 可以可以可以 - 時間GO - GO - 進進進進進進 - 換走 - 所有最緊張都是在後面stand by 的時候 - 然後健常目標 - 然後登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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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欸沒有好緊張 - 可是其實走出來我在講話的時候 - 我就一點都不緊張 - 對 - 真的上去的時候我就會 - 控制呼吸 - 然後就會 - 我就會做好 - 對 - 其實就是前面自己下自己而已 - 這整個準備過程 - 你覺得 - 比較困難的地方是 - 那個部分 - 寫開場 - 因為 - 開場 - 一字一句 - 都是我的偶心力寫 - 因為今年我覺得60年比較 - 代表說有一點比較難的事情是 - 而且 - 我又必須要focus在它 - 是60年 - 這是一件大事 - 可是身為主持人 - 又要focus現場的人 - 你知道嗎 - 還有入圍今年的影片 - 我覺得 - 想開場的切入點是最難的 - 60年要放多少 - 今年入圍要放多少 - 我覺得就是因為 - 看這麼多東西跟 - 今年的影片 - 這麼多素材 - 但是我要怎麼把它拼湊出來 - 我覺得這是最難的 - 最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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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寫了好幾次 - 他起來邊寫邊哭 - 我都寫不出來 - 而且我跟你講 - 我那天發燒 - 我燒到39度嘛 - 在家裡 - 那天就是我重寫稿子的時候 - 我就是發燒到早上6點多 - 然後就起來 - 一起床 - 然後說 - 欸 我有些靈感 - 我就坐在床上開始寫 - 然後寫完了開場 - 然後就 - 好累喔 - 然後躺著繼續睡 - 然後繼續發燒 - 繼續發燒 - 10點半又起來 - 我知道怎麼寫評審團了 - 去 stud - 那你好累喔 - 去睡 - órrgg - 終於主持問了 - 欸 我以為我願意的主持 - 我會痛哭留履耶 - 好累喔 - 怎麼會 -我不行啊 - 不行啊 好累喔 - 誒呼 - 誒呼 - 好累喔 - soap - 沐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